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ow it's a show time 又到了笑娱乐的时间了 各位好 这个周末过得愉快吗 是否沉浸在爱的海洋中呢 好 回来继续了解娱乐圈的一些爱的释放 首先我们看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 鼓励娜渣回到新疆的母校 就是新疆艺术学校 据了解这是一个中专 她小时候好像就在那里学舞蹈 然后从那里出来的 当天来到母校的娜渣身穿绿色短装上衣 搭配同色系的长裤 胶材摆色的运动鞋 一头绣发皮肩 整个人又高又瘦 皮肤白到发光 然后她的到来也引发了不少的粉丝 或者说学弟学姐们的围观 不少的网友都夸赞她 哦 真的好美哦 然后不少的网友发出来的照片 因为都是没有屁过的嘛 也是没有美颜过的 就是生徒 所以依然是非常能打镜头 扛得住内于神言的这个称呼 就了解这次娜渣回到新疆 也是要录制一个综艺 叫送一百位女孩回家 此前呢 蔡绍芬 张若南 还有帕皮酱都曾经担任过节目的嘉宾 古丽娜渣也是凭借美丽的外表 赢得了90后宅男杀手的称号 她的性格沉浸内敛 俏皮可爱 在荧幕上也可以给人一种 与众不同的百变气质 不过做演员 这是应该的 刘诗诗最近在嘎那 分享了一些平时的碎片 赞叹说景色太美了 另外她也很美啊 照片当中有很多她的单独的照片 还有合影穿着明黄色的礼服 秀出完美的身段 海青登陆嘎那红毯 结果造型被劈 就是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头发绑得太过紧了 全部往后梳 然后不光有发辣 而且好像整个头发 崩得紧紧的 头皮都已经怒目圆征的感觉 就是皮肤拉的是很紧致了 所以谁给海青做的装造 一度登上了热搜 海青晒出了一些照片 回应这个热议 她说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眼睛登登 像通灵 射出闪电般的机灵 仔细看有些造型的确 额头这个地方 这个清晶都包出来了 继续来关注五二灵爱的释放 这个周末 你有没有表达你的爱呢 那首先看到5月21号 沈梦辰晒出了杜海涛520 当天去机场接自己的照片 透露杜海涛准备了好大一束花 然后沈梦辰表示有被惊喜到 还夸杜海涛的拍照技术有进步 另外的陈双成队的爱意的释放 来自爱秀的那些夫妻们 明星夫妻像是中立体 就晒出老公张伦朔的恩爱视频 配文说 平稳而不平淡 快乐而长久 五二灵快乐 应彩儿也晒出和老公陈小春的合影 镜头当中应彩儿是对着陈小春的脸下 正在亲吻她 踮起了脚 而陈小春则是昂头 展露出那种很享受的笑容 在街头大秀恩爱 另外一对明星夫妻是秋辞炫和于小光 晒合影 于小光写到 五二灵快乐 我一辈子对你好 秋辞炫也写到 老公五二灵 一辈子对你好 哇 两个人照片中对着镜头一起比心接吻 面露幸福 沙翼也在微博中晒出了老婆胡可 还有两个孩子 安吉和小鱼儿全家的合照 暖心的发文称 五二灵我爱你们 照片中孩子明显是长大了不少 还有蒋琴琴和陈建斌 这对老夫老妻挺少出来秀的 她在微博中分享了和老公的双人封面大片 两人摸头沙背后抱也是狂撒狗粮 而在前一天19号 刚好是蔡绍芬的老公张静的生日 蔡绍芬适时的晒出全家福 发文说我的爱全给你了 天哪毫无保留这是 照片中张静是穿着背心 就是那种非常家居的那种背心 手臂肌肉线条非常的优越 而蔡绍芬从背后搂着老公的肩膀 三个女儿围绕在他们的身旁 哇一家五口幸福温馨啊 而另外要恭喜的就是19号的晚上 杰石姐在社交平台发长文 宣布了她的得子喜讯 她写道过去的一周里 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的宝贝儿子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感受是难以言表的 我想是在充满爱的海洋中荡漾吧 我的宝宝浑身散发着魔力 她使我所有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她就是我的全世界 她和我一起做着同样的美梦 我沉浸在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钟 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 她真的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爱充满了我们的生命 充满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也要适时地表达 说出 秀出你的爱 好 继续回来 show time 秀娱乐 来看音乐方面的消息 时隔四年多 歌手李雨春终于又再一次在北京开唱了 这次选择的就是这个浪漫的日子 520 21号和20号和21号 发布了名为周末愉快的主题演唱会 刚好又是周末 据说舞台造型磨灯百变 视觉听觉有双程的那种享受的盛宴 像演员景博然就去看了李雨春的演唱会 并且筛出了一些现场的照片 花式的夸赞说 我从眼睛里有星星 我从今晚大长腿 我从今天是李漂亮 哇 看得出是真喜欢 而一个重大的消息来自 由谭永林 钟振涛 彭建新 叶尘友和叶志强 所组成的温拿乐队 在成军50年之际 宣布在8月举行第9次的宏观演唱会之后 将与歌迷们正式告别 谭永林说 凡事都有一个终结 趁大家仍然在一个好的状态的时候 今年温拿里面最小的队员 钟 郑涛 阿碧 也已经70岁了 据说在2月份的生日宴上 很多的队友都开心地出席 谭永林 梁家辉 张学友 曾志伟等等 真是星光熠熠 而早已定居澳洲的叶志强 去了解这次专程回港参与这场的告别仪式 温拿乐队五个人又在一起工作 还到处游玩 除了录歌 也到处四处去找好吃的 还顺便相约要去看国宝熊猫 他们说要维持50年的友谊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小气 五个人的友谊 很难得 也有人提议说 把他们这半个世纪的故事拍成电影 既讲讲温拿乐队 也讲讲香港乐坛的发展 不过谭永林 谭校长拒绝了 他说几十分钟 要讲清这么多事情 太累了 如果要拍的话 我看就拍成电视剧好了 那播上20个星期 每天一集半个小时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过程 很详细很真实地带出来 哎呀 也真是 钟正涛也很认同说 这么难 两个小时一部电影 50年呢 做不完做不完的 温拿乐队是1973年成立 今年是成军50周年 除了是华语乐坛最长寿的乐队 温拿也是在宏馆开唱的 第一个乐队 同时也保持了最多场数 记录的一个乐队 而这次八月份 举江举三的这个解散演唱会 也是温拿第九次踏上宏馆 据了解在1992年的时候 温拿乐队的成员 曾经一起画了一个老年装 就是扮演30年后的自己 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想自己老了什么样子 然后当时他们就幻想说 哎呀 老了以后也能够这样聚在一起 欢乐常在啊 看看现在有的愿望 看起来很遥远 但真的可以实现哦 因为真的就实现了 30年后他们还在一起 还一起开了演唱会 真是蹉跎岁月带来的这个感慨哦 娱乐秀 让我们稍时休息 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再不疯狂 我们就老了 天已经擦身而去 树叶海绿 发似海情 时光绝痛 不曾逆行 这鲜活的你 好让我伤心 怕措手不及 风花起起 这安静的你 更让我确定 什么叫爱情 再不疯狂 我们就老了 没有回忆 怎么几点呢 还有什么 永垂不朽呢 错过的你 都不会再有 不疯狂 不疯狂 坏狂 都不会再有 也不疯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没有回忆怎么几点呢 还有什么永垂不朽的 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没有回忆怎么几点呢 还有什么永垂不朽的 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没有回忆怎么几点呢 还有什么永垂不朽的 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倒下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更疯狂我们都不会再有 的你都不会再有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娱乐秀 嗨 你还在等什么呢 真是就像这首歌所唱的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机会来了你没有抓住就流逝了 所以来了就上就坐 想什么呢 机会不是经常有的 而且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继续回来娱乐秀 秀娱乐我是主持人小方 来看电影方面的消息 这是中国内地的猫眼 专业版的数据显示 电影速机就是速度于激情时 在上映的首周 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达到 2.66亿美元 超过了电影熊出没 伴我雄心2.21亿美元 进入了2023全球票房榜的前九 其中北美的首周票房是 六千七百五十万 中国大陆首周票房是 五点四二亿人民币 那在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 第二十周也就是五月十五到二十一号 就上一周的周票房是九点零九亿 环比大涨 百分之六十五点八七 大体量的芯片速度于激情时的入场 然后又叠加五二零的档期 再加上很多其他爱情片的加持 成为了推动周票房大盘环比上升的重要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五二零档是以3.3亿亿元 也创造了中国影史同档期的最高票房记录 而来到新的一周 中国内地又有13部的中外影片要上映 外语片当中 《刀剑神域》 《竞技片》 《暮色黄昏》 还有《小美人鱼》 都有一定的市场辨识度 国产片里面 同利亚吴玉汉主演的 《我经过风暴》 还有纪录片 《不孤岛》 《川流不息》 也值得关注 整体而言 新片的数量虽然多 但是体量有限 所以老片仍然是市场大盘的票房主力军 而接下来又一部超级英雄的新片要上映了 就是华纳兄弟影夜公司发行的 DC超级英雄电影闪电侠的Fresh 发布了一支大战在即的预告片 依次为拯救至亲的时空穿越 无意中引发了蝴蝶效应 随之而来的是宇宙秩序的无尽崩塌 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在所难免 这次神殿侠将联手蝙蝠侠 超女等一些新老超音 强势出击 捍卫整个宇宙 影片将于6月16号 以各种格式的中国剧目版本 在全中国上映 再来观察 再来关注到就是清光奕奕的 嘎纳电影节 杨子琼再次亮相 是参加嘎纳电影节 这次的组竞赛单元 影片 煽动者的首映红毯仪式 身穿翡翠绿的礼服 搭配黑手套竟显雍容华贵 脖子上戴着的珠宝项圈 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然后走红毯的时候 杨子琼站定 然后霸气地挥动披肩 气场全开 女王范儿十足 然后他这么一做动作 顺势 闪光灯不停 刘诗诗也亮相了 煽动者的首映李红毯 身穿抹胸的黑钥石纱裙 搭配优雅的盘发 露出了天鹅般的血白的肩颈 然后脖子上戴着 也是一个非常独特造型的银色项链 上面嵌了一个红色的钻石 气质高贵迷人 散发出东方女性的魅力 而这一次由 爱丽西亚 维坎德和 丽西亚 中的最后一位 也是英格兰结婚次数最多的王后 有过四位丈夫 这部影片是由巴西导演 卡里姆·艾诺兹来指导 杀死衣服的编剧 杰西卡·阿什沃斯 亨利·维塔·阿什沃斯 来执笔剧本 而这也是卡里姆·艾诺兹 这位巴西导演的第一部 英语电影 他此前的隐形的女人 曾经拿下过 一种关注单元的大奖 所以这一次的这部影片 是否有所斩获 也是值得人们的期待 另外该片也没有 上映的定档安排 但是从演员和编导的阵容来看 该片应该会走入 今年的颁奖季 一年有四季 每一季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五月我觉得应该就是 爱的季节吧 大声说出你的爱 大力拥抱你爱的人吧 感谢各位关注了 以上娱乐秀节目 我是小芳 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简单的美好 见到你一秒 一颗心为你 不懂不懂的空调 你让我忘记烦恼 记住你的微笑 每一天 只剩在你身边围绕 最浪漫的美好 和你一起远老 一辈子精神 第一个跟你问好 最爱听你的唠叨 连半醉都喝笑 原来这才是幸福的味道 遇见你就是美好 听见话 说天气足高 但我还是怕 约会回几道 眼看着手机 怎么没了讯号 担心你的灰心 我受不到 可是还好 就那么多久 你总是能懂 和我一个平道 你传来微笑 简直到你身边围绕 最浪漫的美好 每一天 每一天 只剩在你身边围绕 最浪漫的美好 和你一起远老 一辈子精神 第一个跟你问好 最爱听你的脑袋 连半醉都喝笑 原来这才是幸福的味道 遇见你就是美好 唯一 可疯 我数捡在你身边的 遇见你就是美好 但我和你身边就发现 唯一现场